啊 暗黑军团不喜欢 攻击 奥特曼 快来 快给我变玩具 什么 两个奥特之父 红脸怪兽 不要惊讶 我们是来给你变玩具的 哇 真的变数了玩具 好像还是日本玩具 没错 这是日本那比小心飞天戏球玩具 非常好玩 说的比上的还好听 那我现在就开始玩 我们先打开玩具 看起来玩具很简单 有你们说的这么好玩吗 当然了 你把戏球安装好 按压打戏装置就可以让戏球飞上天 如果两个人玩更好玩 还可以通过骰子来决定谁打几下 啊 可惜小泽不在呀 我来了 我来了 哈哈 小泽来了 那我们现在就两个人玩 哭脸怪兽这是什么玩具 哈哈 这是奥特之父送来的蜡笔小新飞天戏球玩具 这可是日本玩具 非常好玩 我们先把飞天戏球安装好 这是安装的装置 哇 不错哦 把它安在这里就可以 扭这个旋钮固定住 现在我们通过摇骰子来决定谁打几下戏球 我们就让小泽先摇吧 好的 我先扔 小朋友们 我的是数字三 哈哈 小泽要打三四 现在轮到我了 哈哈 我的是数字四 我打四下 六人到我了 这次我的是数字五 看看我这次能有到几 啊 又是四 啊 什么时候才可以飞呀 这次我的是数字二 什么 小泽的运气可真好呀 细球飞了起来 啊 不行 我也要飞一次 我要随机能打 飞得更高 再玩一次 啊 哪里 哇 赛文奥特曼 你在干嘛呀 小朋友们好 我是赛文奥特曼 贝利亚今天要来我们奥特曼家里做客 我用小泽的玩具书房做赛给贝利亚师 只剩最后一道辣椒烧鸡蛋了 我很快就做好了 先切辣椒段 再切松花段 再打一个半鸡蛋 搅拌一下 放点花生油 现在放入松花段 不停的翻炒 点出香味 再放入辣椒段 再放入辣椒段 不停的翻炒 点出香味 哇 不错呀 之后放入搅拌好的拌鸡蛋 不停的翻炒 最后再放一点盐 嗯 现在已经很香了 哇 小朋友们可真香呀 哇 小朋友们 赛文奥特曼的赛都快做好了 贝利亚怎么还不来呀 是的 贝利亚太不守时了 他来了 我要教训他 嘿嘿 我来厨房看看 赛文奥特曼做了什么好事的呀 闻起来这么香 贝利亚 你怎么来到厨房了呀 我做的是辣椒烧鸡蛋 马上就可以吃了 把菜放在盘子里 你真是太厉害了 哇 小朋友们真的是好香啊 我贝利亚两万年 也没有吃过这么好事的饭 哈哈哈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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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嗨 小朋友们好 我是大脚怪兽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三横小楼玩具屋 它是一个宽大的房子模型 非常的逼真 它有漂亮的双户 和石木楼梯 还有大大的阳台 还有一个带天双的阁楼 各种双户都可以打开 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好玩 哇 不错呀 玩具要来了 哪里 小朋友们好 我是赛文奥特曼 我带着奥特曼和恐龙战队 来三观一下这个玩具屋 小朋友们好 我是孟比优斯奥特曼 以后我就可以在这个阳台 悠闲的拉小鸡行完了 啊 你们别说话了 我已经和奥特曼 要在这里舒服的睡大觉了 真舒服呀 小朋友们好 我们是恐龙战队 这个阁楼的空间很大 我们可以在这里练功夫 练好了功夫 才可以保卫地球 消灭怪兽 小朋友们好 我是泰龙 这个房子虽然很大 但是没有家具 我们需要布置 我们需要布置一些家具 是的 太多小臂 这里还没有爽 电视机 也没有 翻桌和洗衣机呢 还有冰箱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又是可恶下流的贝利亚 他居然偷袭我们 啊 小朋友们 这么好的房子 我们暗黑军团要霸占 这只属于我们 是的 小朋友们 大脚怪兽居然给奥特曼和恐龙战队 居然不给我们暗黑军团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们要霸占这个房子 啊 你们怎么能霸占呢 这是属于大家的 要懂得分享 我要教训你们 小朋友们 这个玩具屋房子是属于我们玩具的 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玩了 啊 漫温英雄 不给我绿巨人新玩具 我也不喜欢按攻击 新玩具 新玩具 我要新玩具 什么 迷你特工队和暗黑军团来了 你们有没有新玩具 没有 我就攻击你们 绿巨人 不要攻击我们 我们迷你特工队给你带来了新玩具 啊 我们暗黑军团也带来了好玩的新玩具 不要攻击我们 我们现在就给你变数了 哇哈哈 真的变数了新玩具 我们现在看看是什么玩具 这个是开心烧人联盟里的花心鸡舌侠 暗黑军团变出来的是什么玩意 我真的是不知道 哪里 我们现在把玩具都拿出来 哇 不错呀 看 这个玩具 斩着兔子的耳朵 却拥有鲨鱼的嘴巴 耳朵非常的少 它的嘴巴非常的大 我知道怎么玩了 我们通过转盘旋转来决定 按这个玩具牙齿的四数 触碰到机关 它的嘴巴就会关闭 绿巨人 这个玩具不错吧 非常的惊险刺激 啊 这玩具我两万年前就玩过了 一点都不喜欢 啊 不讲武德 哈哈哈 绿巨人 我们暗黑军团给你送来了玩具 你还攻击我们的老大 你实在是太不讲武德了 我们要攻击迷你特攻队给你送来的玩具 好吧 你们要觉得能打过 那你们就对战吧 花心鸡舌侠 你赶快投降吧 你是打不过我们三个的 少说废话 开始攻击 继续攻击暗黑泰罗和赛罗 啊 小朋友们 没想到这个小矮个子这么厉害 暗黑泰罗不要笑话我个头小 赏上我的大拳头吧 现在我们就开始变身 哈哈哈 这个玩具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就玩到这里吧 再见